难道这一点还是所有现在想要反对韩国瑜的人还看不清楚的吗 再者韩国瑜有提到是说 如果说真的要面临到所谓的这个当总统的条件的话 其实他回应了蔡英文他就讲了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这两句话就是现在大家最想要见到的事情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 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也讲是说 韩国瑜就是现在最接地气以及最有人气的政治人物 因为他真的了解说大家需要的是什么